这一章开始我们讲日志 我们在客户一开始的时候 讲所有端和前端的一些 很大的一些区别和认识的时候呢 其中日志是一个比较大的模块 所以说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来讲日志 它是什么 以及它做什么 它是做什么的 以及它是怎么去诺德杰斯来实现的 这块内容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多 因为它确实是这个所有端和前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从头来讲 以及把它一些 基本的一些核心的用法得讲明白 然后这部分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用框架来去操作 所以说日志这部分呢 我们先用原生的多多杰斯来看看它怎么去用 然后把基本功能都搞明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用框架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用工具来去生成日志 所以说既了解原理又了解怎么去使用 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目标之一 好 看一下 系统没有日志 就等于人没有眼睛 抓瞎 就是说你这个系统上线了之后 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每天有多少人访问 然后每天人访问的峰值是什么 比如说是晚上8点还是晚上9点 对吧 它到底是峰值的时候 QPS多少 QPS就是说是每秒访问量 QPS就是query per second 就是QPS每秒访问量是多少 峰值QPS多少 这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又做了一个运营活动 比如说现在好多 比如说临近春节 临近十一 都会有人做运营活动 对吧 你的运营活动上线之后 到底效果怎么样 比如说你弄了个红包 弄了个券 到底有多少人去点 到底有多少人去领 到底有多少人去用这个券 去买电影啊 去买那个外卖啊 等等的这些 你没有日志 你是不知道的 包括你的系统上线之后 你测试看着没有问题 但是线上之后 各种各样的情况 都会导致这个 有些bug的产生 那你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比如运行了一天 运行了一星期 你的系统到底有没有bug 对吧 有没有隐藏的一些测试不到的bug 如果没有日志 你也看不到 所以说日志就相当于是 一个人的眼睛 没有日志 这个系统就相当于是 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控 然后抓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日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日志 我们现在所有的日志 一般是包含两块 第一块就是防御日志 我们也叫access log 这是所有的最重要的日志 所谓防御日志 就是说 我的每一次HTB请求 每一次请求 我都要记一下这个请求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它有一点类似于什么呢 我们在之前演示 那个连条的时候 前端不是起了一个 HTB server的一个东西吗 起了HTB server一个东西 然后起完之后呢 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每次访问一个网页 这个工具就会给我们打印 这么一行东西 大家看 它的内容呢 比如这是一个时间对吧 然后这是gats 就是访问类型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那个浏览器的ua 就是浏览器的类型 大家看 它从这一看 就是chrome的类型 chrome而且版本是71 这是我本地chrome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这里面的数据呢 就是这三块 其实还可以扩展更多的 比如说 我们这次请求 花费的时间是多少 这也是吧 这个我们在后面讲 工具那块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到 这个地方会有几种类型 我们暂时先理解为 我们暂时先理解为 先有这么几种类型 就是访问的时间是什么 以及gats 还是post的请求 以及这个客户端的 这个特征是什么 客户端的特征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拿到 Oxyslog日制来统计一下 我们访问的 所有的请求里面 这个chrome的浏览器 占比是多少 包括chrome浏览器 71版本的占比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统计出来 有了日制之后 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 只要你访问我的系统 我就可以通过日制来 或许你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这个系统 就算是完善了 这个就是Oxyslog日制 就是访问日制 就是每次访问的时候 我都会去 做一个记录 当然这还包括一个 你看 get是get什么样的一个地址 比如说 这儿get是一个index html author等于理事 是吧 这样一个地址 OK 那这是Oxyslog日制 对吧 还有一种日制是什么 就是自定义日制 就是包括自定义事件 自定义错误 错误记录等等这些 我们都统统为自定义日制 就是说 它并不是像Oxyslog日制一样 每次请求都会去 加一条日制 而是在你什么时候 需要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加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启动Server的时候 我们之前打过 这个requisite session 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虽然说 我们是打在空谷台上的 但是这条也可以作为 我们的一个自定义日制 来去做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有多少个请求 到底多少个方便 命中了这个requisite session 这块 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当然 这个自定义日制 更多的是一个页望上的日制 比如说 我们在做了一个系统之后 不管是运营同学 还是产品经理 都会告诉你说 我这个系统中 哪些东西需要打个日制 打完日制之后 我们最后统计一下 我们不管做这个功能也好 做这个运营活动也好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 实验的合影功能是什么 就是记日制 日制的内容是一方面 但是记日制又是一方面 这是两个部分 其中记日制 就是怎么去记录日制 是我们本章的一个重点 以及记录完之后 怎么去拆分日制和分析日制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之一 看一下这张目录 首先我们要进行文件操作 因为我们的日制 虽然说我们这儿演示的 都是在控制台上的 对吧 控制台是因为我们是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放在控制台上 建议我们去及时的去查看 但如果是这个系统上线运行了 上线运行了之后 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它可能要放在文件中 就是上线之后 你放在控制台 谁上服务器上开控制台去 没有人看着东西 你就需要把这个 一行一行的放在文件中 所以说日制要放在文件中 我们就必须又知道 Nordgeist的文件操作 是什么样子的 你文件要读吧 要写吧 对吧 把日制放在文件中 就是相当于写文件 对吧 你把日制读出来 就相当于是读文件 然后文件操作 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就是这个NordgeistStream 就是这个Nordgeist流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操作文件 它会有很大的性能平静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必须介绍这个Stream 的一个使用方式 才能提高我们的性能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 还是回到这个Sero端 和前端的一个 差别的一个话题上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要点 就是说我们要节省 使用CPU和内存 如果我们毫无其他地去使用 比如说就按入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文件操作去使用的话 它会对CPU和内存 消耗非常大 当然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所以说我们为了 节省使用CPU 节省使用内存 必须使用这个Stream的形式 来去做 而且使用这个之后 会给我们的系统的性能 带来很多的提升 它会变得很快 然后就是有了这个 基础操作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 日志工作的开发和使用 最后是日志的拆分 和日志内容的分析 所谓日志的拆分 就是说我们 虽然说日志是写文件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一股脑的 去往一个文件里面 写可以没完 对吧 比如说从今天1月1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上线 上线之后 这个日志就一直 往这个文件里写 一直往这个文件里写 写了半年这个文件都快写爆了 那这样肯定不行 所以你把文件拆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 每天一个文件 或者每小时一个文件 这样去拆 然后日志内容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有了日志之后 我们该怎么办 简单的举个例子 怎么去分析一下 我们访问了一天的用户量 用户数据里面 这个Chrome的占比是多少 比如说可能有80%的人 用Chrome访问对吧 也可能60%的人用Chrome访问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又通过日志内容的分析来去做 所以说重点就是这两个 日志工程开发和使用 所谓就是写日志 然后这个就是拆日志和分析日志 好 那接下来文件操作 就是日志要存在文件中 然后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还有一个疑问 我提大家问一下 为什么不存在mysycle中 以及为什么不存在redis中 大家想想 为什么日志要存在文件中 好 我这可以给大家一个解释 首先我们看redis 日志不能放在redis中 这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日志文件会非常非常大 你要放在redis中 那成本高了去了 对吧 因为redis是内存数据库 你要是买那么多内存条 然后为它放日志 这个事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日志对性能要求 不是那么高 因为我们写文件 大家知道 写文件都是一个 一步的一个操作 你这次访问请求 请求完之后 你在比如说 浏览器 访问服务器了 访问完服务器之后 它该怎么返回 还是怎么返回 这个时候没必要说 这次就要把日志 一定要写上 我们可以等会再写 所以是写日志 慢一点没关系 所以也没必要 在redis中 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微量太大 一个流量比较大的系统 那个一天的日志 要好几个季的 如果是这些东西 累加一个月 甚至累加 一段时间之后 那就是上T的日志文件 那我们不可能放在redis中 硬盘都便宜 买个硬盘 然后你可以用很长时间 然后 对于MySQL 我们说一下 MySQL也是个硬盘数据库 但是呢 MySQL需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必须要有一个表结构的一个 甚至是 多个表联动查询的这么一个 实用场景 就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很复杂的查表 就是说我们之前讲MySQL的什么 wire 各种条件 以及什么order by 什么排序 如果没有这种场景的话 我们也没必要把它放在MySQL中 如果放在MySQL中 反而不好 因为我们的日志 只有一行一行的日志 而且对日志分析 我们也可以 理想进行分析 比如说我们凌晨两点进行日志分析 我们第二天八点看完数据 就是对性能要求不是那么高 而且日志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日志 它可能会拷贝到各个服务器上去计算 去运行 如果是文件类型的话 我们所有的服务器都能识别文件 对吧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基础 如果是MySQL数据库的话 那我们拷贝到一个台机器上 我们还得先部署MySQL环境 让MySQL各个机器的版本 还是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成本就高了 所以说 总体来看 日志放在文件中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们没必要把它放在Redis中 也没必要把它放在MySQL中 其实按照访问速度来说 Redis应该是最快的 对吧 它的内存数据库 然后MySQL应该是第二回的 虽然说MySQL和文件都是硬盘 但是MySQL的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数据处理方式 就是用那个B数来做一个数据结构的算数 所以它很快 但是它再怎么快也不可能比内存快 但它比一般的硬盘数量要快很多 文件的操作应该是最慢的 但是从成本来说 Redis的成本是最高的 MySQL成本次质 然后文件的成本是最低的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成本 我们只要把文件放在一个服务器上 放在第二个服务器上 放在第三个服务器上 它都能识别 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 只要有个程序跑起来 就可以把文件进行分析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代码演示一下 看看这个DOSGS文件操作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把这块给